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千一百秒 大家好 我叫王晓桑 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复族医院的 火腔医生 很高兴见到大家 希望大家给我投票 谢谢 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是我的好朋友 欢迎王晓桑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王医生很用心 想用这一个特殊的表现的形式 其实也在为大家 特别是电视剧前大朋友小朋友 来宣传这个护齿的一些知识 对吧 是的 因为大家其实在日常当中 刷了一辈子牙 有很多人真的不太会刷牙 刷的都不正确 所以我们的牙才会出问题 得取齿 得牙周病 发病率非常高 所以今天想给大家 大概说一下 怎么样才能正确刷牙 想知道如何刷牙是正确的吗 这样我们投完票之后 给你好好讲一讲 好吗 来 请投票 大家投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88分 好 谢谢大家 一点点 你为什么不想知道 怎么爱护牙齿 把牙露出来我看一眼 牙确实是挺白 但是我感觉好那边缺一颗牙呢 小虎牙 那是虎牙 小虎牙也有 不是缺一个是多一个 多一个牙 对 多一个 但是这种情况 是不是应该给处理一下 拔下来 是要正机 其实不能拔牙 虎牙不应该给拔下来吗 对 那不叫虎口拔牙了吗 是这样 其实牙齿不起 我们可以把它排起 对 这样刷得更干净一些 所以日常当中我们刷牙要做到真正的三个三 哪三个三呢 一个刷牙要做到三分钟 第二个三呢 就是每天饭后三分钟之后再刷牙 因为我们刚吃完饭啊 这个口腔里面我们的牙幼稚还是一个开放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三分钟之后再刷牙 然后第三个一天最好刷三次 有很多人说啊 我一天就刷两次 其实我们口腔医生每天都要刷三次 即便我是出诊非常忙的情况下 我吃完饭都要好好刷的 我其实懂这个王医生的意思了 他不是说限定就是人必须要刷三次 你一天吃几顿就刷几次对不对 是这样 对吧 每次饭后就是尽量刷牙 就是护齿的最好的方法 可以像咱们俩一天吃五顿的 我喝一天上来怎么装也得七八顿 那就刷七八次 有没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刷牙的方式 可以的 就是我们承认跟孩子刷牙也不太一样 成年人是四十五度往上提拉地刷 还有一种呢是轻轻地颤动式刷牙法 然后再往上提拉 这样会把牙齿表面的很多的一些食物参加会清洁掉 同时还可以对到牙龈会有一个按摩的作用 孩子呢是打圈甩 一颗牙齿刷七到八个圈 当然如果你使用的是电动牙刷 跟手段牙刷使用的又不一样了 因为电动牙刷它是有声波的嘛 我们只需要把它放在这个牙位上 它会自动地去震动 三到五秒钟你再移动一颗牙哦 不要整口刷下来就三到五秒钟 这肯定是不够的 我再问一嘴啊 就有些时候就算我们很小心地刷牙 但是牙龈还是会出血 对 出血其实代表了你刷得不对了 或刷得不够了 牙龈有炎症了 我们可能要去看牙医了 出过哪儿都不疼呢 牙周炎就本来不疼 它就偷偷地让你的牙齿松动脱落 还有就是误区老掉牙 什么叫老掉牙 不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就应该掉牙 七八十岁就应该掉牙 不是的 我们人的这个牙齿的寿命 跟我们人的年龄是一致的 它可以跟着我们一百年 它没有问题 只要保护好 没有病 牙齿和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的生活质量细细相关 你会发现这个上了 小学中学的很多学生 很多人在戴牙套 所以在矫正 就是畸形的牙齿 对 就是说到了北京山顶洞人 一直到我们现在的孩子 为什么原来山顶洞人没有症疾 牙背齿 考古学家拿出来山顶洞人那些个头骨 一看那牙那真的是32颗背齿 咬喝背好 为什么现在牙就反而还不如当年齐 这就是人类在进化或者说在演化过程当中 我们口和系统其实是一个退化的过程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妈当时跟我说不许舔 那牙长的时候不许舔 因为越舔它越歪 就是刚萌出的时候 其实它的位置还不稳定 牙根也没有发育完整 这个时候你总是给它一个异常的力量 这个牙齿就会移动 所以牙齿矫正其实也是 通过施加一点点外力 慢慢地让它排序更加地正细 对 一个温和而持久的一个正细力 让牙齿慢慢慢慢移动到正常的位置 畸形的牙齿会对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危害还是蛮多的 第一个是防止牙齿不齐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牙周病啊 还有一些个咀嚼的问题 功能上的问题 对 就是对我们的口腔的功能和健康 肯定是带来威胁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牙其实是我们消化道的一个起端 第一门 这个第一个开口它就坏掉了 那你想想我们消化系统肯定会受影响 那我们整个身体呢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给到大家的建议 就是一定要把牙保护好 这是对我们全身的影响 第三个就是对心理的影响 就是孩子如果牙不起 你会发现孩子在对你笑的时候 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都说谁来发言 他不敢 为什么 他牙不好看 大家给我笑一个 他也不敢笑 所以长此以往 孩子的心理发育会受到影响 他会自卑 然后我们就比较明显 换着来的时候 第一次见我 他都会这样笑 王医生 你好你好 然后当我们正绩结束以后 他就会这样 王医生 就是非常想展示他的牙齐 就是非常想展示他的牙齐 就是一种自信 所以这三大危害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越来越懂这个道理了啊 吓到小朋友 上到老年的朋友 这个牙齿 对 关乎着我们所有人的一生的 对 这个生活质量和幸福 是这样的 据我了解啊 王医生这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算是替父参赛 其实老爸也很想参加我们的节目 是的 他比我唱得好 那这次听说女儿来参加黄金颁表 老爸怎么说 开心吧 其实他特别想来 因为在海南 所以没能来成现场 他也希望能给大家一盏歌喉 然后让大家能听到他的声音 给我加加油 这样 那我就想说啊 黄金舞台是一个圆梦的舞台 黄金舞台也是一个神奇的舞台 要说即使你不在现场 你的声音也可以唱到这里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可以连线 让老爸把画面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来认识一下 好吗 好呀 好呀 嗨 爸 好 好 叔叔您好 好 杨白 叔叔好 你们好 很遗憾啊 听说叔叔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 但是这次没有来到现场 哦 我在海南呢 虽然您在海南来不了 但是您可以现在唱嘛 我们现场是可以听到您的歌声呢 平时喜欢唱什么歌啊 我就唱几句 七十年代初期的歌吧 挑战茶叶上北京 可以可以 好 好 洒漫变大 请要请爱 一路春风 出东庆落尾 有人为我是 哪里去要 北京城里有 哦 谈心人员 棒棒的 爸 谢谢叔叔 唱得真不错啊 谢谢爸 首先是非常有表演状态 在唱歌的时候 叔叔啊 王叔叔特别投入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您牙好 对不对 叔叔一笑也愿意露牙 所以这一次是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 算是参加了一次黄金一百秒 等您回来 然后我们也邀请您到我们的现场 黄金舞台上唱一次 好吗 嗯 好的 好的 女儿是最棒的 女儿 加油 谢谢爸 谢谢 谢谢叔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来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 黄金舞台 下载央视频客户端 打开文艺频道页 网期内容随时看 幕后花絮抢千枝 与社群好友边看边聊 同时登陆央视文艺客户端 参与节目各类互动 一百秒挑战开始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珍惜 也许认识某一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 不知道会不会 也有爱情甜入蜜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 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 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 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 我不能感到 一丝丝情愿 谢谢大家 谢谢王小芳的演唱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 黄金观众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弹幕 人美雅美 歌声更美 很温柔 美女好棒 您是一位好医生 听王医生说话特别地舒服 他有没有可能挑战成功 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黄金弹幕请升起 三二一 这个是什么呢 送给老爸的电钻 按摩 按摩 按摩器 这是我们节目组 代表你送给爸爸的一份礼物 谢谢 女儿忙工作的时候 不在他身边的时候 这份礼物送给老爸 算是对他的宵敬了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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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